为了让新住民朋友了解台中的相关福利资源 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势推出了新住民福利踏查啪啪购资源手册 网络的诠释四处新住民家庭福利中心 18处新住民社区服务据点 更提供了友善资源以及妇女服务单位等等的讯息 鼓励新住民朋友能够亲自走访这些个单位 而市府也祭出了几点抽奖的活动 让新住民朋友能够在台中安心的生活 将牌子贴在台湾市新住民服务的相关单位上 市府社会局推出新住民福利踏查啪啪购资源手册 希望提供新住民朋友完善的社福资讯 帮助他们在台中落地生根 我们的整个新住民人数在全国我们是第五位 那么新住民对于台中这一个新兴的城市而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多元的力量 那么我们透过我想今天最主要这个记者会主要是要来告诉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如果有遇到困难我们的社工一定会伸出援手 那么在这里面相关的一些像这一个经济辅助或者医疗辅助等等这些呢 我们都会来透过移民署的资源来做最好的一个协助 根据资料统计 目前有五万六千多位的新住民朋友以及家人 手册内网络全是四处新住民家庭福利中心 十八处新住民社区服务据点 友善资源生活资讯等讯息 像是为在太平区的喜乐文化推广协会提供关怀咨询服务之外 也举办各种活动丰富新住民朋友的生活 喜乐是太平地区的新住民关怀据点 那我们提供新住民姐妹各方面的服务 包括家庭的一些问题 还有新住民到刚到台湾来的所有的生活适应 我们都会办 那像我们也为新住民办理很多的活动 外来有像理财课程就解决他们家庭的一些经济问题 那今天很开心社会局能够带来实质的利益 就是有这个一万零两百块的这种经济辅助金可以申请 那当然我们看到每一位新住民朋友在这边都能够生根落叶 然后他们笑嘻嘻的看到他们很开心的舞蹈 他们很融入我们这里的生活 那是我们最后最终追求的这个目标 社会局表示透过几张抽奖的方式 鼓励新住民朋友能够亲自着访这些服务单位 只要拜访五个单位就能够获得出众大奖的机会 希望让新住民朋友踊跃来参与 介绍转台中常报道